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对总统选举投票 展开的司法调查遇到障碍 选举已经落幕两个星期 反对派还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 以证明选举舞弊指控 最高法院警告 一旦判决出炉就不容上诉挑战 的出炉就能發表现 判决出炉就不容于 判决出炉就不容量 判决出炉就不容量 判决出炉就不容于 打扎的判决出炉就不容量 判决出炉就不容量 判决出炉就不容量 因此,我们的拥有的方法院 判决出炉就不容量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星期六表示 反对派总统候选人 刚萨雷斯没有出庭共证 也没有如约交付证人名单 或选举材料中的计票表 法院批评他的行为 不但等同无视法院传票命令 也无视了拥有选举管辖权的 最高法院权力 从总统选举落幕以来 选举当局一直没有公布 详细的票选结果 网站也从上个月29号开始 陷属瘫痪至今 马杜罗在质疑声中 获得了第三个六年总统任期后 入禀最高法院 要求核实选举结果 最高法院因此传唤所有参选候选人 但是刚萨雷斯声称 如果他出庭 可能面临被逮捕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